白色床单沾染血迹 一名男子趴在地上 双手双脚被捆绑 洗礼箱椅子枕头散落一地 看起来相当凌乱 旅馆人员开门看到这一幕 真的要吓坏 泰国曼谷这间旅馆发生凶杀案 当地上国外媒体都有报道 死者是一名台湾人 手脚反捆遭到杀害 47岁死者朱长生 近几年都会到泰国寻找投资项目 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 每次去都是住在平价旅馆 饭店建设器拍下他 14号中午独自一人入住 晚间有两名太极女子来找他 隔天凌晨也有两名外国男子 到他的房间 16号上午他被发现 沉湿房间内 手机电脑都不见 疑似遭嫌犯拿走 警方锁定这几名访客 最先到房内的两名太极女子 力气有大到将一名男子绑住杀害吗 怀疑死者可能是被下药迷婚 再被淋虐致死 台人在国外发生重大刑案 传出外交部驻外管处人员 未以重大刑案处理 而是才效率较慢的公文通知 一般来说 国人在国外发生事故 外交部应该要提供 立刻的急难救助 不过根据死者家属私下透露 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 也质疑外交部是否动作慢半排 但外交部回应 16号接获泰国警方通知后 就立刻通报死者家属 住处已立即通报当事人家属 表达慰问之意 并提供相关协助 本案目前仍由泰国警方 积极调查中 住处将持续与泰方 及当事人家属保持密切联系 根据了解死者从事的猴子项目 游走灰色地带 疑似是和别人有金钱纠纷 台湾人在泰国遇害 嫌犯没落网 犯案动机依旧成谜 TVBS无线第二期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追踩下载TV 追踩下载TV 谢谢观看